娱乐八卦 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带大家磕糖了 最近热播剧《向风而行》完美收官 王凯饰演的顾南亭因为势力问题无法担任新机种的首飞 谭松韵饰演的程潇担任主飞 每天变得更加忙碌 在养病期间顾南亭布满两人两处分隔 邀请程潇同居 程潇立即将自己的行李打包送上门 而顾南亭也露出娇气般的窃喜 只等程潇归家 观众们看到最后俩人都已同居 全部敲完要求剧组抓紧更新第二季 可见两位主角在该剧中贡献出多么精彩的演技 王凯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不像一些流量小生 平上热搜 但他的演技却是公认的好 人们直言他是书圈天菜 就连姚妈也称赞他是突破圈层的国民级男演员 说起王凯你是从哪一部剧开始认识他的呢 小编最先认识他是从丑女无敌中 饰演的一个高个子的娘娘腔 从举手投足到说话无不让人觉得他很娘 殊不知王凯为了更好的诠释这个角色 那段时间他在生活中也尽力去做 以至于当时人们都以为他本性如此 足以见得他为这个角色付出多少努力 而在丑女无敌之后 王凯为了有更大的进步 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2015年 王凯饰演狼牙榜中的金王一角 那时的王凯仍是极极无名的一名演员 与他同龄的演员胡歌早已走红 但王凯仍坚守自己演技第一的要求 严格专演角色的声音 体态和表演 而王凯也因这部剧一夜之间 从无名之辈一跃成为几近流量圈 一时之间风透无几 很多演员在这时已经开始浮躁 开始吃流量红利 但是王凯没有 反而沉浸下来继续挑选好的剧本 大江大河 清平月相继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时 观众看到了王凯为角色付出的努力 也看到了他本人更多的魅力 如今大江大河三预计今年年初启动 王凯继续参演已是板上钉钉 让影迷们开始期待 同时也非常关心王凯的个人问题 到今年王凯已经41岁 可依然是个单身狗 而《向风而行》中 同谭颂韵的互动又是那么甜蜜 因此希望王凯和谭颂韵在一起 毕竟剧众他们如此般配 不过 小编认为拍剧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 要真谈恋爱早就曝光了 谭颂韵后面还拍了电影 上的综艺 恐怕没有时间谈恋爱 《向风而行》 主要讲述了王凯饰演的飞行部副主任顾南亭 和谭颂韵饰演的新调来的客机新手机长程骁意外成为上下级关系 并在一次次的摩擦中相互理解 相互成长的故事 虽然简单看来 这又是一部军旅电视剧中常见的男女主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但剧中除了爱情线 还有很多飞行的故事 比普通情感都市剧内容要丰富很多 剧西在拍摄这部剧时 为了让剧情尽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剧本 剧中场景也都是设置在真实场地 主创们不仅采访了航空从业者 并与他们沟通交流 与此同时也亲身感受了该行业通常的工作流程 王凯饰演的男主顾南亭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航空人员 不仅严格遵守各种飞行标准 尤其是面对突发事故 首先考虑的是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所以顾南亭在面临台风降雨影响的时候 选择了绕行 然而同样的问题 到了女主承潇身上就大不相同了 作为货运的机长 承潇面对突发情况 毅然决然选择避云破降 虽然最后没有危险 但这样的行为还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这也导致了男女主的第一次冲突 因承潇的自作主张 使其直接被降格至客运部门 并剥夺了她飞行员的身份 做起了观察员 顾南亭则自然而然地成了她的顶头上司 两人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承潇勇敢且足智多谋 当面对乘客对空姐的不礼貌行为时 她不仅懂得安慰同事 还假装自己取得了乘客的指纹 让他们不得不道歉 同时 她还可以记录和保留证据 既聪明又机灵 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面对如此恶劣的事件 满腔热血的的承潇打算立即报警解决 但当时飞机即将起飞 如果报警 整个过程都会被耽误 所有乘客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浪费 但承潇不顾一切坚持报警 最终 虽然乘客被警察带走 但代价是航班取消 飞机上所有乘客都要为承潇的不计后果付出代价 顾南婷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但承潇的态度依然是我没错 一脸的不服 虽然顾南婷平时对承潇要求很严 但是当下属有问题的时候 为了留住承潇 她还是会主动采取惩戒措施 从这点来说 顾南婷是个好上司 谭松韵饰演的承潇桥不逊 血气方刚的性格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挑战自己上司的片段 让人热血沸腾 多次扮演过这类角色的王凯 在扮演顾南婷这个角色时自然得心应手 她表面上很严肃 但内心很关心下属 她是一个冷脸热心肠的好队长 通过这部剧 相信王凯和谭松韵能得到更多的肠尾效应 能在演艺事业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还有剧中衍生出来的小细节 王凯和谭松韵绝对有戏 谁说王凯拍吻戏从来不张嘴的 这不是还得分人吗 自从电视剧《向风而行》完美收官后 凯凯王与谭松韵这对难得消停夫妇 就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王凯对谭松韵这位女演员 与之前的众多合作对象感觉都不同 而且松韵在公开场合表态的信息量也好大啊 大家不妨去戏品一下就能发现 王凯以前打击绯闻特别雷厉风行 谭松韵以前也是最避嫌系外超做CP 但两人这次在央视的反应一反常态 难道真是有戏 主持人很懂事 在现场八卦起了很多人都特别好奇的问题 就是谭松韵能不能跟剧里的那个角色 也就是现实演员王凯在一起 得到了谭松韵磨棱两可的答复 希望吧 看缘分没有明确拒绝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啊 听到松韵这么一说 更加能感到他们这对夫妇会成 而且还有更区别对待的行为 就是吻戏 王凯在之前的剧组里 因为绅士 所以一直对女演员没有过分的行为 正因如此 一直有被女演员吐槽太矜持 拍吻戏从来不张嘴 破坏气氛 但是在向风而行的剧组里 王凯对戏特别主动 还没有正式开拍呢 两人就抱着贴贴 那小情侣之间那股甜蜜劲就出来了 吻戏更是一次又一次的试探 这个又强烈又强势的身吻 我看谁还敢说我凯凯王拍吻戏 不张嘴 不投入 破坏气氛 这男人明明就很会呀 特别是在剧组里 凯凯王还会特别巧妙的借题发挥 毕竟 在剧组的时候 两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互相支撑着彼此的重量 有一说一 老帅哥和纯天然甜美的女孩在一起 看着就般配的养眼 再加上两人的演技火花四射 完全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希望王凯谭松韵能修成正果